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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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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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小学时候 就开始已经学中国的一些语言了 人民币也通行 所以说一点问题没有 这场比赛依旧是我和刘洋 我们两个人给大家做解说 一上来第一盘球 首先是杨少杰上手 能看到很工整的一套 在位出杆 拉杆后停 斯诺克的很习惯的一些技术动作 就拿了个大头杆 对 这无所谓 事实证明 其实拿什么杆 不用什么姿势 根本就没关系 事实证明 现在就这种发力 或者这种站位方式的人 已经是数不上数了 国家队 世界球员 太多了 从斯诺克转过去的 从很多对吧 转过去的这些球员 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斯诺克功底 或者喜欢打 养成一个出杆的站位习惯 无所谓的 而且对于曾经打过斯诺克球员来说 更熟悉 他们打这种球台就像斯诺克缩小板一样 台泥 六八要台泥 库边 北方胶边 对吧 球压了美的 只是大一号 可以 或者换根球杆 适应一段时间 这位置感觉上 要走一个两到三库去 就要可以把右边中带吗 我第一眼看到是五库 就要左下就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按球 说实话要避过的地方 还是比较多 首先就是右边 开球线上方那颗滑球 应该是个十号球 要逼过 然后从下面再出来 哎 勾上了 勾上了 是不是变成跳球了 是地 下球确实啊 最后留的角度太大了 还在抱袋呢 材料根本不理他 对 今天 今天踢队台我也抱了一个 习惯性的会在关键球 心里边去指一下 然后后面也是慢慢适应了 我想 应该打那么一两战之后 大家就已经是会习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用抱袋 反而会 有点变态 稍稍有一点变态 但是无所谓 这个应该会让他心里放松 一种压力 就是我可能这个袋 进不去进别袋 也没关系 以前是逼着你去惦记 你有些差不多的球 像翻一 翻一下翻中带这种 你要不智商 打下去就算你输 对啊 白球应该是劲儿不够 第一局 杨少杰胜 比分 一比六 经常在咱们企乐直播平台 趴着的网友 对现在这名裁判员应该比较熟悉了 基本上天天都会播的 裁判兼主播 对 许几言 第二局 杨少杰开车 这一张开的其实挺标准 对挺规矜 力度合适也正 总带还有球下 没有球犯规 该过线的那几颗都过了 而且利用干法也不错 中地干上去 不会发生 比如说白球停在附近 往下撞的球 还在观察现在的一个球形 左边中带二号 十四应该是没挡住 可以打 关键是这根从下往上 叫哪颗怎么叫 画面上来判断三四右边中带 是肯定没问题 左边底带感觉应该有所挡 还是先过渡一个 看黄衣 应该还是可以挡 像如果说打黄衣白球呢 往上走一点点 然后打六向下 顶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打蓝色球的 温点 向下可以红球堆的一个感觉 嗯 说这个也就是提一下 最近刚好是中文外赛有在打 对 大家可能都有在看昨天 小特达的一个14C 包括小丁的一个逆转 后面上出现了咱们大师在曾经的这个承办方之一 对 铁领站 铁领站 也是咱们敲试杯的常客 没错 冯丽 老板兼球员 也是主播 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 铁领全生活 红酒台球会馆 好像是这样的一句 名字 先防一看 不算严谨 左边中带还是有漏 那这种球11号 对于一些顶尖球员来说 中带进球率还是蛮高的 而且一推就能上去 还能够避开红三 看看李生运 能不能抓到这个机会 太厚了 是不是杨少杰最近的名气有点大 有点无心恋战的感觉 这个触感节奏包括一些肢体语言上的信号 无心恋战的第二局应该不至于了 好像还是挺紧的 这个触感太随意了 应该我感觉再仔细一点 差的有点多 中带的位置 有点多 这一杆长台推的还是比较稳 有一点点角度 需要再发力弹坑下来 尴尬了 是不是尴尬了 5号就感觉能挡 右边底带有没有 尴尬如果没挡的话还可以进攻 这安全完全是高端推的有点多 没问题有下 打厚了 留了一个局面 也是一个不错的局面 给李生运 老师五高端可以推上去 上面还有球 这几颗次序一定要想好 因为刚好14下边有一个6 交位上不能太粗糙 要仔细一点 看9号角度 够直的话直接往上揽 还可以先交一个11号中代位 或者是有角度 这角度还不算大 还是要蹬 来就有点靠库边 需要准度了 一个是走过一点点 一个是再回来 上去吃后再往下弹 一个是直接停推 有角度可以滴干 直接横 小心伸下别碰球 就差这一点仔细 真的 你拿个小后把 或者是架杆 我觉得应该跑都跑不了了 应该是够的是没问题 就可能是比如说习惯怕低 那这一杆又没怕低 可能在视线上有点影响 再一个就是可能TV台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它 如果是再仔细一点 我觉得这个球还是 应该没问题 杨绍杰这边有运气球吗 没有 又是一杆机会 打进的话 一比一平 第二局 离生越胜 一分一比一 咱们今上午 那个喜尔瓦是来自于 葡萄牙 葡萄牙是吧 然后后面的亚当 是来自于摩洛哥 但是这边我有跟他们 有咨询的时候 他们会说来自于法国 是因为现在他们的一些 受法国去保护这国家的一些 这个我不知道 我刚才也看到一个现象 是吧 胸标带的是摩洛哥 对 但是别人问的时候 他会我说我来自于法国 这样的一个口气 我大概也是稍微查了一下 目前的一个摩洛哥的状态是 他有些地方的国防县 是归法国来负责的 虽然内部 这有点复杂 从政上有一些地方 历史问题 历史一流问题 第三局 你声音太久 摩洛哥是非洲国家 非洲在历史上 也是有不少法国殖民地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不少黑人足球选手 在法甲踢球 对 而且那个地方的语言 也是多种多样 好几种 法语也是主要语言之一 对 有部分国家 好几种 请过来 这一项 这一可以 不好啊 要出事 但是老习惯 拿一球 先在自己马甲上 稍稍蹭一蹭 就像擦边戴手套 去清洁一下母球 是一个意思 其实时间长了之后 就变成纯习惯了 对 比如这个 有的选手 他站着 看这个下球点的时候 他就在 他就在手上运干 像车游篮就很明显 这样运 其实 你说它是什么意义吗 就是一个 长时间的个人习惯 然后呢 稍稍活动 趴去之后还要运 不是趴去之后就不运了 前面 我不知道 我比赛那场 你解说的时候 有没有介绍 这个 金骏的一个个人情况 我就知道 我就说了一句 听说去了趟韩国 对 发展了一段时间 然后 这次来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韩国人 就TV台的时候 也在边上 有在看一个 so-so的 这我真看不出来啊 那个 黄勇 也是 韩国应该是 稍稍有些名气的 一个球员 参加过一些 国际型的一个比赛 我觉得他们俩 可能也是一起 在韩国应该 有练球啊 有练球啊 甚至于说 会是朋友啊 等等 我跟金骏大比赛的时候 朋友也是一直在边上 他们俩偶尔会在一些 时候做一些交流 跟韩文 有些交流 10秒 节奏也是个比较快的 一个球员 准度上也是很好 球感不错 关键就看 思考上 会不会再周旋一点 思路上再细腻一点 左边中带 不知道有没有K 打11K14 刚好可以增加 一口打起来 又到关键球了 应该是比较小 这个角度 不会向下去K了 还是有角度啊 其实刚才 刚才勇哥说完 他不会向下K 我也想了一下 还是有可能K 但是容易出现这样的效果 关键是从我这个画面上 我看到的时候 好像白有点向上 你知道吗 很难 很报判断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到画面是扁的 对 问题还是出现 他一直没有交到12号好的角度 没办法从下往上去K 单叫 有些直 如果真的特别直呢 12只能叫右边中带了 哇 这个位置的迪干衣裤 有一年 分战赛里边 郑宇波打过一干 就是差不多 现在14号的位置 往左一颗球 白球在3号球的位置 打一个迪干衣裤 叫一个 就现在屏幕下面的 一个贴裤的8号球 同一个弹 直台衣裤 还是转进去 还是转去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乔氏台球桌 央视中式巴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氏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款 乔氏中式巴球领导者 杨老杰台球 感谢观看 14号如果中代有下的话 局面看起来不错 稍微洗了一下牌 12有点麻烦 其他球问题不大 而且12号 杨少杰刚才瞄那个位置 打10K6来解决 我打15K6来解决 位置好像刚刚好 试着刻一根 效果不算好 这样就是一个是远台的带口球 13号要推进 而且要绕过黑八 还要叫出来一个刚刚好打15号 去叫12的角度 12号目前这个位置来看 只能打左边地带 如果6号球没挡住的话 场内温度其实比较高 虽然外边比较冷 对 咱们这屋里边一个是人多 一个是也有供暖 所以还是挺热的 而且昨天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 人还不如现在多 当时有23度 湿度也有50%多 所以球台呢 一个是速度肯定不如那种干冷的天气快 在一个温度高呢 胶边软 容易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给你裸爆 强行的克球啊 不成功 瓦里声韵 这几颗球啊 3457 12如果打掉了 就真没什么好球了 2号球如果打掉了 就真没什么好球了 没舍得打 这个白球太危险了 但总体来讲 效果还是可以啊 确实这盘球如果说 给你个自由 让杨涛姐来解的话 也是不太好打 首先15号球呢 想翻在中带是基本没得翻了 而且12号球的位置呢 给你摆个自由 球你也不好打 裁判过来看一下 贴不贴裤的问题啊 这边我觉得可以把3号打起来 3号打起来可以不碰15的 还是想往 想防白球 对 还是想把这个白球放到27下面 争取11杆斯诺克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文字幕讽则可俩 谢谢大家 不能够切过来啊 好像是没有直接切 也不是非常确定 可以有吗 至少这一次差一点 现在这个安球对于李生运来说就非常被动 如果你打五号包边白球向下轻轻帮进十五号 是有可能露出来上方四号球上方那个花球十二号 甚至于说十三也可以打 三个带口球 你首先要帮一然后再防一 或者是你现在打七白球直接横台 吃一库把那个球K一去 对 因为这样的话 虽然你绑进了 但是你球权在自己手里 你还可以找机会再防 然后再找机会去破坏或者接力 不然的话这局面太难打了 本身单色球就很难打了 这感觉 还可以跳 而且这个位置说实话扎杆也有点小微妙 毕竟前面有个红三 你出去的这个线路 然后再稍稍地往左边一拐的时候 这个拿捏需要功力了 可以直接打 基本上没太挡住 这个球 还是有一点点左塞 等于说是挡住了一点点 也就是一个包边的位置 直接翻底了 很有信心啊 打完这些走不去了 第四局 杨浩杰胜秀 一针三比一 谢谢 三比一 咱们说到这个斯诺克球员呢 要提一提有一位了 来自于新疆的 对 身高1米97的阿卜拉江 咱们曾经好聊过这个身高问题 谁最高 一个叫 不是 你说裁判吗 不是 球员 沈阳的那个 去英国国外打过那个一些比赛 然后还当过一段时间 南模的 这个我不认识了 三个字 我 我 忘记他名字了 这次比赛也来了 跟那个苏令啊 他们这些文铁军都比较熟 我看到一个高个 对 很高 叫什么了 去年那个九江战打进前32还是前16了 我九江战没去 所以我不了解 犯规 由于有开球犯规啊 实际就不算了 没有一个先后自由球 也可以选重开 刚才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个阿卜拉江呢 我跟阿卜拉江 其实也是很有缘语 怎么讲 原来不让我被你提过 对 早期我印象里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 在北京 朝阳进松的中国台育训练中心 那个时候那个全国球员都会往这几个地方去 因为外卫赛指定的地方就是一个本身 一个中国台育训练中心的一个赛场 它平时是营业的 里边有很多张斯诺克 十六彩不多 那个时候我们都上那去打 然后我跟阿卜拉江刚好是有幸 我俩第一场比赛抽到了一起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3比5输给他的 那个时候他准度比现在还好 因为大概是17年前 见阿卜拉江在小台上用过架杆吗 很少用 我们俩昨天见面的时候 就简单地聊了两句 完了握了握手 他说普通话有口音吗 有一点点 我记得我应该是10岁的时候 在海淀区 现在这个餐厅应该已经不存在了 叫天山餐厅 那个时候他不在新疆村里边 他在新疆村外边 一家叫天山餐厅的一个新疆餐馆 挺地道的 那个时候90年代初 那个餐馆里边好像是老板的孙女或者外孙女 一看他肯定是维吾尔族或者是 他应该就是维吾尔族 他们那个样子一看就不是哈萨克族或其他的 眼珠的颜色 包括鼻梁啊 对对对 外形 说起话来 一口胡同的那种晶片的味 是吧 然后你看着他是一个新疆面 有点穿越 你说的是陈美斯陈老师 卖一样串的那个味 因为他在小时候就在北京上学 就是生在北京 然后在北京上学 就彻底的一种汉族文化的一个项目 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这怎么跑到羊肉串之上 你这么有点饿了 从阿布拉姜开始的嘛 对对对 这球可以高端不用特别高 推上去 左边中带 看看角度 感觉是不是有点小 这感觉 这感觉 不会还能往下了吧 因为我个人感觉应该是 他要想往下 得转一圈 对 上一个球 14号那球可以K 我其实就是 从我角度来看 就是感觉 类似于这个角度 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直接一个反赛 避过黑八 哎 好像 是不是刚好啊 我是感觉 江江不够 你可能是感觉江江够 因为有些时候就这个江江 从选手的这个肢体动作上能够判断 他就啪 去义无反顾去打 对他在这准备了 因为他如果看不够打 他肯定比如说去拿跳杆拿什么 去做 做一些别的想法 不能通过这个结果来判断 对 因为应该是选手的判断更准 可能是他多少也带了一点点 他怕出问题 带了一点点左的旋转在里面 去打 这样的话 一出去再碰到目标的时候 多了 出了一点效果 我们从场里上 从镜头里头 有一些非常微妙的角度 是不太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你不怕在那去看 真是看不见 你不把摄像机直直的对着目标球和带口方向 或者垂直从上往下 你是看不出来的 稍微有点倾斜角度 你就没法判断 只能是大概凭经验 打开轮吗 包边黄一 白球创二 二号左边 然后还叫一号 对 肯定这样打的 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举两得的一个打法 我既把二号球打到带口 又把黄一稍稍往上敲击 而且又防守 我还这一干 对啊 我不进的话 我也挺左边带口附近 你在攻的时候 右边中带十一号 你好像也不太好打 上面还是个长台 白球靠窟边的一个十二号 又有点类似于上一局的一个体面 杨少杰又有带口球了 你虽然球多 对 杨少杰又有带口球了 你是不是还要去 先主动的做一两个防守 这个几乎就有点放机会的意思了 这球如果有把握可以跳一下 拿跳杆去了 这个球 你只能说理论上中间割了一个十一 来看一下杨少杰跳杆怎么样 从他这个跳杆动作上来看 应该是 我个人感觉 这根跳杆他使用时间不长 怎么样 我印象里 从去年的一些比赛 杨少杰这样跳的时候 很少不多 也有 但他现在你发现没有 他已经跳了大概最少两次了 他都是这样 他都是千笔跳 我们这种方法叫千笔跳 刚才这个白球跟目标球 障碍球距离 我不用千笔跳 我就正常像打球那样 把大逼选起来 去跳也是一种方式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一位选手也是 就这种距离比较远 完全没必要 就我们一般人 不会用千笔跳的选手 的情况 那选手也用千笔跳 就于恩泽 这一战他也来了 我怀疑会不会是这样 他觉得这个姿势 他能够把眼睛放对位置 这个绝对是 他想要去表达的条件之一 然后其次 他觉得这样我跳得更准 放到下部和中间了 就像出盖一样 对 我能够打左打右打 非常准 而且眼睛能抬起来 但是你看刚才他这个球 他自己觉得是我倾斜的 这个角度已经足够跳过了 但是跟你这个力量 也是成正比的 你力量轻一点点 他跳起来高度就不够了 直接碰到对方 落下来了 对 但还是啊 对手没有抓住机会 这个安全 有点闹 这个有点闹 这个有点太那个了 他完全是就是说 你顶着二 还是直直上去都行 你低远往后 往鞋上方就太没必要了 危险 他自己也要痛 你是跟我同一天到的应该是 我是早上的五点多 你是下午是吧 还是中午 咱俩应该不是同一天 我是三十号的 是三十号吗 我是三十号早上吗 我是上午十点多 然后再两天有没有去这个淋漪的小吃啊 或者什么去转一转 没有 因为咱俩时间也比较赶啊 因为我还是主要在调食差嘛 这两天 基本上是吃饭 我呢 跟着敲导那几个球员 香园 还有四嘛 我知道 香园 惠斯铺啊 李镇啊 李镇 对就你们四个 我们去体验了一下 我们体验那天也是刚好下火车的那一天 就早上六点多钟 那是吃炒鸡吗 没有 那个点是没法吃的 我们去体验了一下林仪的早点 那个字叫什么 一个米子旁一个餐是那个字吗 吃啥就是啥 你懂啥意思吗 我知道 那个字就叫啥 或者叫傻 或者叫啥 大概那个话音 是米子旁一个餐家的餐那个字吗 对 米子旁一个人生的生嘛 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 只是说法不一样 我们那天拉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这样说的 一个米子旁加个人生的生 然后我们不管叫啥 我们那天就去吃啥去了 找啥 开幕式的时候 那应该是 就是镇海的副总经理 我没记住那先生的姓名 他也提过这个东西 稍稍去说了一下 其实我看到那个字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印象 就没有概念 然后回来 路过好多电视 不是不是 就在开幕式的时候 然后那位领导提到这个字的 这个发音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字和那个米子旁一个生 联系在一起 估计就是这个东西 是 感觉如何 什么口味 感觉有点像河南的胡辣汤 但是它 也是类似于 底 里边会打鸡蛋 然后给你加 像吃的牛肉啊 或者什么 再往里去撒 懂了吧 这样的一个早晚烫 然后早点烫 然后 主食呢 可以配他们本地的 叫做锅饼 就是像 白膜一样 发面的 就是厚的 很干 知道那些东西 都给你切一个三角 三角一块 你吃几角 那个饼我有兴趣 饼蛮筋头的 对 我感觉就是那种东西 白球 危险 反正就是体验了一下 大家就是感觉 好像去河南吃胡辣汤的感觉 我怎么感觉 就以前我老说 去一个地方 要体验一下饮食文化 我觉得我现在不怎么张罗这个事儿了 你们张罗起来了 你是有点 因为个人的身体状况 其实你也是想参与进来的 我何止是参与啊 我觉得我带头差不多了 这件事情 现在确实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身体状况了 不能嘚瑟 还是一个左侧两裤 习惯用这种干法 那么这个按照还是 手架位置小心不要碰漆 刚好是在手架的肘下面 准度还是没问题 基本就是中规中矩 打起来套路还可以 原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 碳纤维仙角 11.5毫米特制钢头 比酒球钢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钢更易发力 他把我夺得三次中式棒球世界冠军 北四干东西和中式棒球 东四干中式球钢创创创者 算上这场的话 今天应该已经是达到154小时的 第四场 对吧 8点9点 一个希尔王 一个亚当 然后我一场 然后这是第四场 目前的话 前面三场球里边 只有我那场是有了一个暂停 打完九局 我俩打了一个4比5 然后现在不知道这场球 会不会有暂停还是没暂停 如果没暂停 很容易就是一个 比如7比 7比2吗 对 7比2上有情况 只能是7比2 对 李生运能不能够去找到 一些自己的一个手感和状态 目前来看的话 打球还是中短中矩 可能思路和走位上 不是特别细 顶着压力 好像没有打出自己的 对没有打开 这回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哥们 我没有问他姓名 他长得特别像陈海昌 但我确定他肯定不是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已经在直播上看见陈海昌了 他已经在赛场了 是吧 然后有一个哥们就长得像他 说是第一次 就在北京打一些比赛 第一次出来打球是被打这种大型的比赛 也是啊 我跟他说 我说你来打一打 你感觉感觉 然后打着打着 就跟我在威海似的 就开了窍了 就开始终于能打出自己的球来了 我也觉得李生运可能也 咱们只是猜测 可能也是比如说没有这种特别大型赛事的经验 然后又一上来来个TV台 然后还对于外籍选手 确实是这样的 李生运这名字 目前这么多站 两三年一直在TV台里边直播解说的工作下来 确实这名字不熟 没有任何印象 因为我们经常 虽然说我们只解说TV台 但是在开场时候会念的 对 一号台一直念到TV对吧 念那个名字的时候 李生运的名字也是不熟 没有印象 我真是没印象 在一个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杨绍杰的这个名声 在综综八球的这个圈里边 也是慢慢地开朗 比以前名气要大 所以说一个是TV台压力 第一次上TV台 再加上对手还比较名气 难免会打的不是特别好 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也是一种体现 就刚才勇哥说的细腻度的问题 他没有判断好 这杆球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去打九白球 把14号去打出来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但是杆太低了 居然避过14直接掉带了 因为刚好是对方也是有 左边的一些酷边球出来 不是你先手先打 你打完之后对手有难度 对手如果清不了 你局面活得下一杆 你可以上手清台 但是你要是不打 让杨绍杰先打 有可能他就要先去控制你了 而且这杆球还掉带了 太可惜了 而且他还不喘 给你一种他要去清台的感觉 是 直接打 比如说下低杆往上直接拉 去顶这个6号 下杆这么好吗 可以 有一些斯诺克工底的球员 加杆能力都是比较强 还是放弃黄仪了 我从他看黄仪的那种眼神来看 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黄仪是右边底在将将够 就11号那个位置 挡也是可能没太打 这是推少了吧 嗯 推少了 最好是一扣下来先叫3 3叫6 6叫1 这样的话就不用再上去了 但你现在这样打的话就是 有可能直接就是6叫1 然后1叫3 3再下来叫8 还是够打 往1 没问题 刚才那个其实他可以考虑打 特别有 特别有 他只是没有想挡 然后还要再趴下来 再小心身下的这个11 其实这样打起来也挺累的 曲肘 小心马甲下面的11号不要碰球 哎 自己整理一下 然后再打进再下来 17局 杨少杰胜 比分5比2 暂停的可能性又小了一点了 嗯 刚才剧间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朋友圈 嗯 就是开幕式的时候 孙总也提起来过 现在在美国正在有一个展会 哦 一个波斯坦展会 对了 波斯坦展会 我刚才在朋友圈上看见 奥古里奥在会场 确实是 还是在 好像他还获得了一只球肝 嗯 也是老朋友啊 为什么说老朋友呢 打过总决赛 而且打得不错 确实是这样的 打得真的不错 而且这哥们烟瘾 我是一个端位的 一个端位吗 一个端位 我俩老在同一个位置碰到 你俩总在同一个位置 星台是不是 在同一个位置 就在同一个垃圾桶边上带着 有球进 看二号弹起来 角度怎么样 从刚才画面来看 感觉这个单侧球不算好 但是花球呢 也是有一些 贴金库边的 像十四号 可能更不好 对 那看一下 十五都没得连接 几乎没得连接 五呢 起码还能用二连接 六四一组 一七一组 直接是拼来叫十五号吗 直接就是 争取一杆打开局面 打力横过来不够 有信心了 但是 这杆球明显力量上有点轻啊 在一个杆法也是不够低 目标以后它打得有一点点厚 而且 时度大 还要再来 这杆球从画面上来看 是有机会叫十五号 左边底来的 我这杆球高端推上去 右塞要控制的比较好 最后还要拼一个十四号上方 这个库边球 难度不小 杨少杰走过去看一眼 借三中带行不行啊 从我们这个镜头来看 不是最佳位置 直接来借力了 但是叫得不错 这杆球高端还要发力 还借的比较厚才可以 最少要借到五分之四的这样一个位置 然后还要高端还要发力 清了肯定是不行的 低端再上再下来 这怎么打呀 它可能是感觉那个角度高端 要碰漆或者怎么样 要出问题 低端 我个人感觉低端是更难去控制 从上再往下 而且你没看它还带着旋转 这回这么挑了 其实这个距离 完全比上一个距离要 要近 对 昌理来说 它应该用那种方式来跳 可是可能觉得这个要跳远一点 它就用这种正常的触弯方式 就用这种正常的触弯方式来看 就用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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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已经不错了 打得已经不错了 可惜对手球多呀 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就用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就用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就用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这种触弯方式来看 触弯方式来看 lass assume 这个按钮如果再拿下3比5 才有可能把这个分数拖到一个4比5的第一阶段暂停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要没有太大的一些明显上的走位 或者准动上失误 按钮应该还是有轻材的可能 稍稍有点轻 可以推 也可以抵抗横抬 弹一扣起来叫7 上方抵带 看角度 推两扣的角度 好像是推两扣角度 或者是有点偏直 看怎么打 清了 那就再准一个二 稳稳打进 然后黑八打它现在站这个位置的底带 看这根按钮关键球 看看能不能顶住压力 打进 这个感觉稍稍有点厚 勇哥在北京待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就是求吃带脚这种现象叫吃杯 听过这说吧 杯头吗 就是吃杯啊 这种说法 听过吧 大概听说过 我是就这么多年在北京我都把这个词给忘了 前一段时间是看一个主播播的时候他说这个吃带脚就吃杯我突然想起来了 以前一些跟北京那些朋友打球他们也会经常说吃杯头啊 这个这个位置 其实杯头是额头的意思 脑杯 打球时候会经常去形容这个带脚啊 大家如果自己有条件搞一个摆球纸玩的话呀 有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 这个东西是有正反面的 对 有尺那边你给它放在下边 你仔细看 在一边能够看到就跟你切纸似的 如果这个纸拿刀往下切 这个你给它翻过来之后你会看到那个纸的边上好像有一些边边的那些尺 就是下面有些尺 上面的表面正面的话比较光滑 把那光滑的那面放在上面 对 我是根据这个边哪一边稍稍有点点 翘 翘那面方向 就是扣到下面那种感觉 那我就是把这个算成正面 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逐渐地在球房里边有一些球员会去用摆球纸或者是会员 因为他们个人比如说去打下球员觉得摆球纸更好 比如摆出来的球更严谨 包括一些罪分啊或者是打黑八都会去个人去弄一个 重开 这回也有选手 我看到是好像就是鞋吧 他和他的朋友就是自己带着摆球纸来现场连的球 因为我看咱们用的是这种嘛 一个大三角两个几角 他用的是十球九球两用的那种 所以肯定不是咱们的 他自己带摆球纸 就是没有两角他是直接底下是分了一个叉 十球的三角加底下的一个小尖 九球十球两用的形 还是习惯性 擦一擦 擦球 其实裁判在每一次的把白球交给你的时候 是先擦完再交给你 还是中带有球进 白球看一下 黑八右双方是被两颗单侧球给包围了 花球十四号可以很好选 这番球有点复杂 要去处理一些 不是说直接上来就规律区可以清台的 有问题要解决 十四较细一点的话能借五进吗 把这八号给搞开 现在直接打的话难度挺大的 五四三二一 没有要那么干 留上面两颗十跟十一 肯定找机会 比如打右边中带啊 左边中带啊 向上用白球找机会去K 争取现在呢 先把下面三颗打掉 六号下面的这个十二号球啊 左边中带肯定是有的打 没有挡住 关键是你要留这三颗的哪一颗向上衔接 这也是关键一干 还在走 走到这里的话 打不了下边 正下方这颗狼 只能先打十二 然后四二球下边这个十三号 向上再过渡 四跟十三之间 大概我看 有大概不到两个球的一个距离啊 缝隙 所以说打十三向上的时候 角度是很关键的 不要形成一个打完碰到对方四的这样一个位置 厚了 第一杆走的两裤啊 看位置 位置还不错 但是掉了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 看看李生云会不会先做一下控制局面 就是不着急去攻 不着急去K 先争取去把三号处理一下 白球也顺势往上放 做防守 漏了吧 宗大 十二号 这回貌似是真的 你不够 不太够啊 不够 因为这个角度 如果是刚好连同在带口能包进去的话 就是说镜头再往后拉一点 不要这么太近 会看得更清楚 摄像听到你说话了 对 你有带口在 我们更好判断整体的角度 有机会可以了 如果说这杆球可以先持库 后勾二号和黑八这个位置最好的 等于说你这杆球最好 不要直接上去顶 直接上去顶 停到上面再打时 有一定的难度 出问题了 二号帮忙 是的 这个运气不错 刚好坐上了 然后二号桥压石 又够 并且角度还不错 可以推从下面再上去 这杆球的运气是相当好 看一下位置 而且这杆球 吃库再上去 一定要看好角度 首先要避开四 轻轻轻一拉 应该问题不大了 带着一个6比3的比分 进入到一个暂停阶段 我们也来休息一下 其实胜负并不是重点 李成运还是要找回自己的球 对 没错 好 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边已经是算先拿到了一个赛点 白球 多走一颗球 多走一颗球打四会更好抽干 这个位置其实问题也是不大 就这么一点点 心里边有点不太舒服啊 很别扭的一个位置 有机会 10号的右上方 4号肯定是没挡 关键看球 9号应该左上方底带应该也是可以交位 还在考虑啊 上面的三颗球 怎么样还衔接 哎呦 这颗球太薄了 有一些运气 不过这颗阳超杰是有机会打3号去接力的 接十二列 我们将十二球从带口里接走 刚好是一个包边 三接十 打六号宗带的话呢 就直接高端向上K了 10号的位置可能不合适啊 肯定要K 看看效果 没K走时 7还是一个问题 7号刚好是在左边裤边附近 距离裤边还是比较近 如果你白球向里边叫的话 这个范围还是要求比较细腻的 要求很细的一个白球位置 不好打 是不是还要去K这个7号或者10号球 看到这意思像是K7啊 说实话 这看就是高不高低不低啊 高点呢 你把10号能K跑 但是低点说实话 我感觉K7有点费劲 而且它带着这个旋转 你能看到是向上的 打力轮了一个 虽然说咱们现在有运气球存在 但是你要是打别的球的时候 把K8轮进去 那是不行 还是跟以前一样 要换数啊 这块球其实就已经算机会了 虽然说黑巴位置不太好 但是已经算是机会了 顶到12号弹起来 中弹可以 这个失误可真是不应该啊 而且这个位置 如果杨少杰最后交个借力 对 K8那是有机会向上 去借12号力的 看杨少杰怎么打 一个是黑巴打 右边下面抵带 最后交位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 宗带保险球 12号决定 想想线路 直接推上去下来 叫抵带了 那么直接准一杆 中力打进 就不轻推 准备 做人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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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胜 一胜 也是很有机会 对 咱们第一轮双败 下一个时段是5点10分 没错 大家休息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比赛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好准备